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是第二回大型跑 有新的頭目 成龍出現 還有新地圖海女美術大學 早起就先衝了4小時到500分 截至目前來分享一些遊玩心得來給大家嘛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首先這一次新圖海女美術大學 跟上一次的觸犯海洋世界一樣 三個潮段剛好分成上中下階 武器的配置也是隨機武器 熊樓版的武器是搭配熊傘 第一個一般潮 一般潮起始會在出家門下去的地方 然後場地中間集敵方家 這是我覺得比較不好送蛋的模式 所以要特別留意彈數 有時候可能會過多留在場中間 然後不好送蛋回家最後就GG啦 然而怪也是除了家裡方向以外 左邊 右邊 前方都會有怪出現 因為海女的關係 所以地圖不算大 怪出現的速度快 所以雜魚真的是非常的多 一個不留意墨水量跟退路的話 很容易就被吃掉了 再來就是牆面一定要圖號 海女這張圖呢 小高台還蠻多的 可以很好的暫時性躲過鮭魚的攻擊 不過可不要以為這樣子就無敵 鮭魚一多還是會衝上去殺掉你 然而比較大的王像是蛇 他的身體比較大 其實還是可以撞到你的 所以即便在小高台處還是要小心 然而考鮭魚及Rush的部分 可以再出家裡的小高台的那個地方 由其他隊友一起連攻 離手即往也不算遠 這次這兩個恐怖場相對來說都比較好處理 第二點滿潮 這次滿潮就在家裡復活的地方 占地非常小 而且下方還有一個斷差 所以送蛋可能需要用丟的 但同時又要小心 可能丟完就沒磨 所以謹慎思考丟蛋時機 凡有炸彈魚、墊監、高塔 真的要盡可能快速處理 我覺得滿潮真的是要手腳很快很快 不然也是非常容易滅團的 再來說說滿潮時的特殊場 這次的特殊場其實都很不錯打 因為有高低差 所以相對來說很好處理 烤架魚的部分有限的人站在家裡附近的小高台 其他人可以在斜坡左右兩側 等烤架魚上來之後一舉開打 大概算準彈數足夠時 可以讓有限的人跑到下方的高台處多 其他人大量送彈 那如果時間來不及不拉到小高台 其實邊打完邊送彈也是可以的 至於Rush的部分我目前還沒有遇到 不過感覺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進行 第三個退潮 退潮的部分也就是地圖的左右兩邊 下面多出來 然後收集網會在中間 這個相對來說會比較好送彈一點 不過也因為在中央 所以怪物也是大量集中 我覺得三個潮都是要手腳很快的場合 不過退潮跟一般潮的場地比較接近 除了收集網不同 其他的變化也沒有到很大 至於Rush跟烤架魚 目前是還沒有遇過在退潮的時候 第四點BOSS成龍 這個就是新登場的頭目成龍 超級無敵大隻的鰻魚 口中帶著一個平底鍋 然後有過電 可以產生超大戰氣彈 會在空中一直盤旋 戰氣彈出的速度頗快 然而如果一直攻擊口中的戰氣彈 他的爆炸造成成龍大量傷害 所以如果射程允許的情況下 請務必大量攻擊讓他爆炸 可以大大的增加獲勝的機率 但是老任也不是省油的燈 地面上的各種鮭魚 也是毫不留情的會攻擊你 所以天上天下都要十分留意 最後來做個小結語吧 大型跑本身即便是999 也沒有地圖徽章的 主要評斷是以戰術來看 所以能在3WAVE內 獲得最高戰術能會是關鍵 應該要盡量讓鐵板魚 岩鼠魚 蛇魚 炸彈魚 一月接近收集網吃越好 但是高塔炸彈 蝙蝠魚 鐵球魚 鍋蓋魚 這種討人業的東西 就是要越快清理完越好 以高戰術來說 其實非常適合跟35好友一起同樂 能夠語音快速分配所有位置 會是更有機會取得高戰術的 總之大型跑的地圖跟隨機武器 會帶給打工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時間到3月6號的早上8點 所有海場朋友們不要錯過這堂課 趕快去上課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大型跑 前哨心得分享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